求婚会送花 表达爱意的时候也会送花 但是被开罚单还送花 这就很稀奇了 新北市永和一名袁景 在执勤时看到一名女骑士 红灯回转 就将她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 但是没想到女骑士不但不生气 还称赞袁景很认真 就送了一朵野浆花给袁景 袁景见到女子窝心的举动 反而看傻了眼 照片中的袁景拿着一朵鲜花 还以为是哪位民众要表达爱慕之意 但其实是一位被开罚单的骑士 为了感谢袁景才赠送的 画面中的女骑士因为红灯违回转 被执勤的袁景李志宏看见 于是将她拦下 开张1600元的罚单 当时李志宏对着胡姓女骑士说 为了她的安全着想必须开单 没想到女骑士被罚了钱 不但没有面露不悦 还拿出一朵野浆花送给袁景 跟袁景道歉是自己的不对 认为袁景很认真 这么温馨的事情 让李志宏觉得很窝心 我就觉得有些人紧张就蛮惊讶的 他说他憧憬六年以来是第一次 他觉得很窝心 事情传回派出所 连其他同仁都觉得很羡慕 所长也说 执行这么久 从没遇过这样的事情 希望下次还可以遇见 这么贴心的民众 记者徐兆伟 新北市报